高雄市的湖內那美湖民宅被民眾檢舉群聚打麻將 警方到現場果然是發現了這四男兩女共處一室 因此開單要告發 我們來看看 民眾宅在家非常無聊 因此朋友之間相約打麻將 但是因為打麻將的聲音太大了 吵到了隔壁的鄰居 鄰居因此向警方舉發 結果警方一到這個民宅的時候 一開門發現有六個人在屋內 因此當場告發 也呼籲民眾要遵守防疫的規定 這是目前所掌握到最近情形主播 昨天晚上11點多 記名理性調客跟其他的同好約好 大半夜要溜進花蓮港東堤釣魚 但沒想到這名理性調客不小心衰落 六公尺深的寒凍 當場腰部挫傷 沒有辦法動 那其他調客因為怕警察開單 所以是沒有報警一鴻而散 把這名調客一個人丟包在寒凍 救護車緊急將重傷的理性調客送醫 花蓮港東岸堤防 十三號晚間發生調客 墜落六米深的寒凍 造成腰部重挫 無法動彈 然後現場是差不多五到六米的寒凍 那有一個冷舌釣落在下面 那他上次腰部有臭傷 腿部聽說也有 腰部 他一失清醒 最後寒凍受傷的二十九歲理性男子 十三號晚間跟多名釣魚同好相約 溜進花蓮港東堤的傷港釣魚 不料一行人還沒走到垂吊點 理性男子就失足 吊進六米深的寒凍 腰部重挫動彈不得 沒想到同行釣客不但沒人報警 還因為擔心違法受罰 所有釣客一哄而散 丟下受傷的理性男子 獨自在寒洞內呼救 後來被其他釣客發現 報警救援 有關違反三港法 三十五條部分是處罰 十萬到五十萬罰款 另外釣魚部分是違反三十六條 第二項 這個是罰款六百元以上 到三千塊以下的罰款 救難人員動用電動釣壁 花了一個多小時 才將墜落寒洞的理性釣客 救上岸 送醫之後雖然沒有生命危險 但理性男子的雙腿 已經沒有知覺 警方表示 釣客擅闖管制區會依法開罰 由於理性男子的同伴全都跑光 目前先將他送交采除 遠景正釣越附近健身器畫面 要追查其他串逃的釣客 真實身份 記者 中華報道